主料,面粉280克,酵母2克,辅量,红薯1个,紫薯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红薯,紫薯蒸熟,切成小块,分别过筛,压成细腻薯泥,将红薯泥和紫薯泥分别于80克面粉,和0.5克酵母混合,剩余面粉与酵母混合,全部揉成均匀面团, 放至温暖处,发酵至两倍大,将面团分别排气,改成长方形,厚约0.3厘米,重叠在一起,顺着长边切成条状,取出一根,凝成螺旋状,用手轻轻说云,再将两头对折,折成三折,抓住两头,凝成麻花状,醒发20分钟,蒸蒙抹抹一层油,放入花卷,冷水上锅, 中高火蒸15分钟,那三分钟还够即可,烹饪技巧,一属你过山后会更加细腻,做出的面食口感更好, 二如果追求层次丰富,可以在叠加时重复折叠几次,再转开,再二次醒发最好不要省略,可以使成品更松软, 次争执的时间作为参考,根据面铁大小时的调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